台灣的選舉真的不要選到現在變這樣 超家滅族 你就說好了 林靜宜她今天空降來選這個第二選區 總統副總統都來幫她站台 大家有沒有辦法舉出 林靜宜要對台中第二選區的政見是什麼 到底誰真的選上了 對台中第二選區才最有利的 我就問這一個問題就好了 其實現在的選戰 以前我記得我們做記者的時候要選舉 首先你就是要去蒐集什麼 政見嘛 你要看她的政見是什麼 什麼地方對人民是最有利的 但現在選到最後你好像只知道說 對方的祖焚在哪裡 讓大家覺得真的很可怕 尤其是這一次言情標倒下 其實當然我第一時間也會覺得 怎麼會又在選舉前 因為阿扁事件大家還記得 所以當然綠軍就很好來操作 你就是想靠背情牌來翻轉選情 但是各位你再回頭想一下 選戰不是打一天兩天 這整場選舉下來也好幾個月 那言情標這一路以來陪著言寬恆 持續的這樣子再打這個選戰 當然他們面對了你也知道 從寇寇姐開始 綠營開始 鋪天蓋地的輔政黨 全部都在攻擊言家 你覺得他血壓會不高嗎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我覺得 萬祖焚這件事情或許是壓垮 言情標健康的最後一根稻草 小溪你覺得呢 我要講的就是說 在這一次的事件裡面 大家看到了這場選舉 真的是選到沒有人性 我們出來做政治工作 要替人民服務 最重要的就是說我們要有同理心 如果我們在選舉裡面會毫無同理心 用這種骯髒的方式去攻擊對方 你覺得到時候他真的會服務 不同政黨黨派的人民嗎 還是以後他會先選呢 你是綠的 我才服務你 你是藍的 我就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已經是 中二選區補選的最後一天 大家要想清楚是說 我們要終結這樣的遏止選風 這是關鍵的意義 如果在這次中二選區的補選裡面 這樣子的歪風 被認為是有效的 那不好意思 以後我們看到的每一場選舉 都會是如此 甚至於更加的惡劣 他們有多沒人性呢 林宥昌 基隆市長 他今天還受訪的時候 他還說 每一次選舉那麼巧 都有人住院 我就請教一下林宥昌 上一次 最近一次的選舉 在中二選區 是誰受傷呢 來看一下這張照片 是誰跌坐在地上呢 不就是陳柏惟嗎 你看 陳柏惟他自己說 對 他自己說要走什麼 一百小時什麼 每天要這樣苦行 結果苦行沒幾天就跌倒在地 就整個掰咖 一個笑蕾娜 身體這麼差 然後讓大家就覺得說 這根本就是裝可憐嘛 而且他是候選人本人喔 當時我們對於陳柏惟的罷免案 所有的攻擊 所有的攻防 都是針對陳柏惟本人 因為他是被罷免的對象 所以他應該要經得起檢驗 可我今天就請問了 在整個補選的過程當中 針對中二選區補選國民黨陣營的檢驗 有多少是針對顏寬恆而來 幾乎沒有 你發現了嗎 顏寬恆他幾乎沒有犯什麼錯 他本人的部分幾乎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因為打不動顏寬恆 就把整個家超家面 就打顏家就對了 就開始打顏家 把顏寬恆等於顏家 可是我告訴大家 我說真的 沒有人能夠選擇 自己要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 但他可以選擇 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相信顏寬恆 他有自己的政治理念跟報復 有一些部分是不同於他的家人的 他不是他爸爸 如果今天的候選人是彪哥本人 你去講他以前過往的事情 你去講他的家族 他當然必須要一肩扛銷 他要出來面對 可是問題是說 難道他的兒子 他的孫子 他的尊孫子 永遠都要這樣面對下去嗎 民進黨是用這樣子的態度的同時 他對於自己黨內的人 又是如何的呢 黃成國法院所認證的黑道 是蔡英文的國策顧問 現在雖然已經卸任了 但是在整個台北市裡面 綠營他仍然是扛霸子 最近還又出現在蔡英文的旁邊 不是說要反黑道嗎 你怎麼會站在黃成國的旁邊 然後你去攻擊一個 顏清標這樣子的一個退休老人 有點良心吧 他都患過肝了 經過這麼大的手術 好不容易大病出獄 身體還不好 那他的兒子出來選 你應該是任何的政治攻防 針對他的兒子 也就是顏寬恆本人 你一直去打顏清標幹嘛呢 再來顏清標為什麼他會血壓標高 你要知道整個過程當中 跟他翻臉的有多少是他以前的好朋友 以前顏清標他不是國民黨的喔 所以你不要把這件事情都算在國民黨的頭上 他是五黨聯盟 所以那時候他作為五黨聯盟 民進黨有沒有要爭取顏清標的支持 有嘛 是不是跟顏清標稱兄道弟 是嘛 有沒有每次去鎮藍宮的時候 或選舉的時候都去找顏清標去拍照 有嘛 甚至很多次選舉的時候 因為顏清標的身分他是五黨籍的 但他跟國民黨關係還不錯 所以民進黨會藉由去拜訪顏清標 然後去見縫插針 台中這個選區跟國民黨的關係 有沒有做過這些事情嘛 有嘛 所以民進黨你需要顏清標的時候 你就說他是社會賢大 他不是壞人 但你不需要他的時候 你利用完他的時候 你就開始說什麼 他是黑道 而且你不只說他 你把他的兒子 你把他全部家族都講進去 怎麼會有這麼可恥的一個政黨 我真的覺得已經良心盡失 所以我要講的事情是說 你如果是顏清標 大家將心比心 你血壓會不標高嗎 你能撐得住嗎 這是血淋淋的背叛 以前我是五黨聯盟的代表人的時候 你們民進黨對我是多巴結 是多麼的跟我稱兄道弟 現在我的兒子他跟我不一樣 他是掛國民黨去選的 我是五黨的 他去選的時候 你們把我打成說是黑道 那我是黑道 那你以前跟我這麼好做什麼 你找我服務做什麼 我幫了你這麼多忙 你現在竟然是這樣子 血淋淋的背叛 這就是讓大家看到 民進黨在這場選舉裡面 是多麼的沒有人性 所以我真的要拜託大家 前面我們講了很多 各式各樣的議題 到最後的一天 其實就剩下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不要這樣的 選風繼續下去 你認不認同這樣子的 選風繼續下去 還有台中適不適合這樣子的 選風繼續下去 我最後要講 林靜儀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有兩個人站出來都是批評他的 第一個台北市長柯文哲 第二個南投縣長林明珍 有什麼樣的一個立法委員 當到全台灣沒幾個縣市 兩個縣市的市長出來罵他 說你在妨礙我們的建設 南投被妨礙了 去挑撥人家的經費 去阻擋別人的發展 台北被抹黑 說我們沒有做疫調 說疫情控制的很差 一個立法委員不分區的 搞到兩個市長都說 你是來阻礙我們的建設的 那請問台中呢 去年的之前的柯文哲 就是接下來的盧秀燕 之前的林明珍 就是接下來的盧秀燕 盧秀燕 台中好不容易整個市政發展起來 我們不是要說不要黃昏市場 不要正英戰 什麼都用否決的 我們應該是立法委員 在中央替大家爭取預算 回過頭來這些預算 跟台中市政府合作之後 讓台中我們的家鄉變得更好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一個 加分的立法委員 不是心心念念想著要扣分 要去扯盧秀燕的後腿 要去衝康盧秀燕的立法委員 就這麼簡單 一 選風我們想要什麼樣 二 我們需要台中有一個 幫忙建設的立法委員